哦,对了,还有这个 这个是凡士林的润唇膏 我在我的爱用品里面也有提到 我真的用的已经就见底了 我不打算把它带回美国了 因为在美国很好买这个 而且也不贵 我要买一整罐新的 因为我真的太喜欢它了 它是这种挖的 但是因为它真的太好用 所以我一点都不介意它需要用手挖 我会一直一直一直买下去 接下来呢,要讲一些彩妆了 其实彩妆是特别难用空瓶的 然后基本上用完都是一些小样 或者中样或者是什么的 第一个我要讲的是这个 YSL的一个妆钱 这个妆钱呢,就是他们家的一个金箔妆钱 我不是特别特别喜欢 但是呢,它上了以后确实有那种抚平毛孔 然后填补你这种肌肤的沟壑的 因为它是那种硅杆的妆钱 但是呢,因为我妆钱现在有很多 我应该暂时不会去买它 而且我觉得它没有特别的好用 因为硅杆精华嘛 其实不是硅杆 硅杆妆钱嘛 其实大部分都大同小异 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唯一可能特别的地方是它的颜值吧 我觉得它那个大瓶的 大家真的不要去买 太难用完了 如果能收的话 就收一个这样的小样 其实是最好的 我这个好像是之前商场买什么东西送的吧 然后接下来再讲一个妆钱 这是Canmake的一个妆钱 这个妆钱呢,挺便宜的 但是其实我没有用完 但是它已经坏掉了 它也是属于那种很保湿的妆钱 就是如果你不想花那么多钱 两三百块钱去买那些 专柜的保湿妆钱的话 像专柜的保湿妆钱 我最喜欢的是Burberry那个保湿妆钱 它带一点点猪肝感 猪肝感 猪肝感 我觉得那个特别好用 但是这一支因为它顺在它的价格便宜 然后它保湿效果也很好 就比较适合 就是贫穷女孩 这一支也是我前两年的时候买的了 一直就没有丢 但是我对它印象很深刻 当时我也比较穷嘛 就喜欢买这种开架什么的 但现在因为有太多了 我应该也不会回购它 接下来是这个Fanco的一个妆钱 这个妆钱好像不是我买的 是买东西送的 它好像是属于那种有一点点颜色的妆钱 但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其实我也没有怎么用它 但是它应该是已经过期了 所以我就打算把它处理掉 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其实现在好像已经没得买了 这个好像也是日版的吧 就是不难用 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 接下来是两个含妆 一个是这个爱意小屋的CC霜 是什么八合一的 这个我觉得难用到包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色号选择啊 反正它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的白 而且有一种化妆品的臭味 这一瓶我其实也没怎么用 因为我真的很讨厌它 我真的不喜欢 我觉得爱意小屋的东西 真的有点一言难尽 大部分都 就挺容易踩到雷的吧 这个其实也不是我买的 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Tony Moly的一个BB霜 这个我也打算扔掉它 因为它在我这里待了很久 我一次都没有用过它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它 因为我觉得韩国的底妆大部分 恕我直言 韩国的底妆大部分都是垃圾 除了之前我发现一个 特别好用的那个NUNA的粉条 我还有做过实测的 那个我是真心的觉得很好用 其他的我有试用过 我觉得不是很好用 然后就是一个 欧莱雅的这个 True Match的一个粉底液 我对这个粉底液有一点印象 我觉得它挺好用的 但是这个我其实买了很久了 然后我的这个色号是R2 但是它很黄 就是对于现在我的皮肤来说 就太黄了 因为我真的比起前些年 白了不少 我涂在手上你们应该都能看出来 它很黄了 然后它镜头看不出什么鬼 反正就是现在这个色号也不适合 我时间也过得太久了 我当然把它处理掉 但是我想说这一款 这这款粉底液呢 算是开架里面真的挺好的粉底液 它属于那种遮瑕比较好的 但我不确定我这一款和大家一直在疯狂的推的那一款 是不是同一款 那它的名字呢都叫这个 算了不管它了 反正你们也买不到了 我就是随口的提 然后接下来用完呢是这个 Wide and Wild的一瓶粉底液 其实准确来讲我并没有用完它 但是我确实整个夏天几乎都在用它 除了我做粉底实测的时候 然后我的很多都分装给了大家嘛 然后呢 这个我之前也是分装出来一条 我现在已经快要用完了 然后这个笔我就懒得再带回美国了 然后呢这一支笔呢是我之前做粉装的时候 做的一整支新的粉底的粉装 就是那个Wide and Wild 这一支呢我是打算送给你们的 参与的方式就是 在微博转发这一条视频 然后我会到时候抽一个朋友送这一个 最后一个吃完的产品就是那一副 就是POLA的美白丸 我之前有吐槽过那个POLA的美白影 那个我喝下来真的没有什么效果 但是POLA这个美白丸我是真的很喜欢 但是我也不打算回购它了 我觉得吃了这么久了 是应该停一停了 所以我就打算 因为之前我看大家说 每天喝一个柠檬的柠檬水 也会有这种效果 我就打算回去的时候试一试 如果实在不行再重新再开始买这个吧 这个我就暂停回购 我应该陆陆续续买了有一两年了 还有一个吃的呢是这个泰国的一个奶片 这个奶片呢是那种特别小一颗的奶片 我觉得那个挺适合 挺好吃的 因为它这个奶片不是那种特别甜的奶片 我之前吃过好多种奶片 有一个意大利的牌子 我把图片放在这里 它那个好处就是它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牌子 第一淘宝上夹货特别多 第二它真的太甜了 然后还有几个奶片的牌子 之前我有一个临时大纵炒的那个视频里面有提到过 我会把图片放在那里 那一个我也觉得很好吃 总之美食就是在一个不断尝试的过程中发现的嘛 其实我这次吃完了很多零食 但是我都没有把盒子留着 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 不要忘了到时候去抽奖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